年糕的蔬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年糕媽媽 Hanna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款韓國的蔬菜 它叫做回錦 韓文叫做參拉梅 首先將回錦洗乾淨 回錦洗乾淨之後 將它遲斷 回錦有著獨特的香氣和味道 韓國是一種很常見的蔬菜 韓國人多數會煮來涼拌 做沙律 也可以做韓式拌飯來吃 這裏有100克洗乾淨的回錦 已經停水了 我們現在有2湯匙的韓國辣椒粉 1湯匙的糖 1湯匙的炒香芝麻 半茶匙的蒜蓉 2湯匙的豉油 和1湯匙的麻油 還有1湯匙的醋 先把調味料放入碗裡 全部攪拌均勻 1湯匙的醋 如果不想放這麼多辣椒粉 可以自己減一減的份量 現在我們將它混合 均匀 現在將回筋放入大碗裡面 倒入之前準備好的醬料 接著用手輕輕拌勻 現在可以上碟 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香港香辣故事 或者瀏覽我的個人食譜部落格 韓國年糕媽外煮菜 我會為大家分享更多食譜或生活的影片 多謝觀看